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带来见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5月2号这一期啊 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 今天啊,关于万科的狗血剧情啊,又添了新花样了 据说啊,在4月30号下午,万科2023年股东大会上 万科总裁祝九胜向媒体透露 在现金流紧张的背景下 王石2023年自动放弃千万退休金 与公司共度艰难时刻 大家可以吗还有印象啊,一直看我节目的 万科发布2023年年报的时候啊 这个万科管理层啊,他们放弃高薪啊 主动的只拿年薪十二万 但是那个节目里面我就说了 王石他一千万的年薪会不会也要放弃 或者怎么处理 因为王石啊,曾经在一个节目里面 他自己亲口说的 他是万科的荣誉或者叫名誉董事长 每年拿一千万 这不果然啊,有回应了 王石啊,自动放弃2023年千万退休金 与公司共度艰难时刻 更有意思的是啊 王石的这个媳妇啊 叫田普君吧 发了个微博啊 说没事,老王,我养你 这个真是夫唱夫嘴啊 不过啊,我觉得啊 好像还是差了点事啊 首先第一个 他是放弃2023年的千万退休金 还是说以后都不要了 都放弃了 他只是放弃2023年这一年的 2024年是情况而定 这个他没说 第二个呢 说着这个时间点 如果万科管理层宣布他们集体降薪 放弃高薪的时候 其实是我发出疑问的那个时候啊 如果王石啊,主动站出来 或者是万科主动说啊 王石放弃了2023年的千万退休金 我觉得这个是恰如其分 震荡其时 他拖到现在才说啊 给人感觉啊 好像是他不愿意 做了很长的思想斗争 经过激烈的这个思想斗争之后啊 有很多人劝说的 最后迫不得已啊 没有办法 放弃2023年的 哎,以后还要啊 等你好了 你钱还要给 从他这个万科总裁 祝九圣说的这些话 不明不白的 稀里糊涂的 这就说明这个 放弃这一千万的过程 恐怕比较复杂 不是那么心甘情愿 不是那么痛快 当然了 倒嘴的肥肉 对吧 让谁吐出来 对吧 割自己的命都是很难的 王石啊 毕竟花费也不小啊 全世界到处跑 对吧 各种爱好运动 完了之后 他还有一个年轻的媳妇 要养 虽然这个天谱中啊 他说他养老王 他有钱 这个恐怕也是实情啊 但是作为男人 对吧 叱咤风云一辈子 对吧 现在70多的王石 你说让他吃软饭 恐怕也面子搁不去啊 面子搁不住啊 对吧 曾经也是风云人物啊 完了晚节不饱 花费太大 家家一本难念的经 王石啊 主动的啊 放弃这一千万 这个肯定是好事 应该的 值得表扬 但是遗憾的是啊 似乎不那么情愿 后面还留着悬念 其实我个人认为啊 王石现在应该是 天天烧高香啊 每天要感恩 感恩谁呢 感恩佛祖吧 感恩 姚建华 姚正华呀 现在姚正华呀 就像落水果然的 日子过得更惨 所有的银行卡 信用卡的冻结 他失信被执行人吗 完了被员工啊 围追赌劫 跟他讨亲啊 摘成人也到处赌他 如散家之喘呢 王石如果觉得 现在的日子还可以的话 应该啊 感谢一下姚正华 好歹给人包个 十万的红包 让人家吃个饭 如果不是姚正华 当时啊 怎么横插一个样子 横刀夺啊 要夺这个万科 大股东的位置 那说不定现在啊 在火坑上烤的是王石啊 也没有深圳国字委什么事啊 所以啊如果王石觉得今天还不错的话 也应该不错啊 你跟这个许家印 跟这个孙宏斌 跟那个杨国强比起来 那王石还是很潇洒的 应该啊 感谢一下 这个野蛮人 我们再看看这个楼市的消息 这个自然资源部啊 近日发布 关于做好2024年 住宅用地 供应有关工作的通知 他这个通知啊 说啊各地要按照以人订房 以房订地的原则 在编制年度住宅用地供应计划时 于当地住房发展年度计划 向衔接 严格落实 已需订供 统筹安排全年住宅用地供应 促进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 健康稳定 这个通知啊 说啊各地要根据市场需求 及及时优化商业帮工用地和住宅用地规模 布局和结构 完善对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住宅用地存量的住宅用地供应 凝结机制 下面是重点啊 他规定了 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超过36个月的城市 因暂停新增商品住宅用地出让 同时下大利器 磅活存量 直至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26个月以下 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在18个月到36个月之间的城市 要按照盘活多少 供应多少的原则 根据本年度内 盘活的存量商品住宅用地面积 确定其新出让的 商品住宅用地面积上限 这是自然资源部啊 刚出台的关注住宅用地供应的通知 什么意思呢 说通俗的啊 就是各个地方政府卖地啊 他给你设限了 你这个地方商品住宅去化周期 超过36个月的 你就不准卖地了 你地不准卖 那你说地方政府不能卖地 那他公园工资怎么发 公交车怎么开啊 那不就乱套了吗 这个事有多严重啊 我来给大家说一说啊 根据这个上海易居研究院统计数据 截至3月份 全国百城新建商品住宅库存去化周期存销比啊 25.3个月 然后他在关注重点100城 这100个城市啊 重点城市啊 有41个城市去化周期超过36个月 那这41个城市 你从现在开始不准卖地 那他收入从哪来 这41个城市啊 有这个媒体给他整理了一下 比较出名的啊 有哈尔滨 洛阳 印尼 昆明 东莞 宝定 昆山 武汉 武汐 汇州 燕郊 襄 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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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了 这41个城市里面到底有多少城市啊 最终啊 不能卖地 这个恐怕还有出入啊 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不一样 政治局会议说了要三保 保运转 保民生 这都要钱呢 你不让人卖地 人家没钱 然后去化周期 18个月到36个月的 你是盘活一块 你就能卖一块 就是你把这个楼啊 哎 卖掉了 去化了 你才能去搞出新的地了 去卖 那不就有钱了吗 从这个 自然资源部这个规定来说 从某种侧面啊 也说明了 咱们要 解决楼市的库存 主要是靠 控制土地供应 就是你新的楼还没卖掉 你后面又批地 让开发商盖房子 那不就新楼 住宅 不是越来越多吗 越来越多 不是越卖不掉吗 这不就过剩了吗 所以为了 这个 去库存 防止这个过剩 所以他 让你地 不要卖 从这个角度上说 也没有看出说 要成立什么 房地产银行去收购 开发商的库存的房子 对吧 他还是通过其他的手段 来去库存 比如减少土地供应 地方政府 再苦 再累 也得扛一扛 我们再看一篇 那个报道啊 这叫 建市财经 他说啊 逃离北上管的人 又回来了 中国房地产报 梳理26个GDP 万亿元城市 及省会城市人口 数据发现 2023年 合肥 郑州 杭州 成都 深圳 上海等城市 常住人口数量 均实现了超过10万的增长规模 四个一线城市 2023年人口 增量全部转正 数据显示 2023年末 深圳市常住人口 1779万 创历史新高 一年人口增加 12.8万 增量 居一线城市之首 2022年 一项以人口 近流入 著称的深圳 首次出现 人口负增长 减少了1.98万 那么 2023年 深圳的人口又增加了 说明深圳啊 还是很有生命力啊 不愧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啊 一年就增加了12万 这个广州啊 2023年末 常住人口是 1882万 2023年人口 净流入9.29万 上海2023年末 常住人口2487万 一年新增人口11万 2022年 上海人口减少了13万 是全国人口减少最多的城市 北京2023年 新增人口1.5万 常住人口数量达到2185万 2022年一年 北京市 常住人口减少了4.3万 首先一个啊 北上广深呢 这个常住人口 2022年都是减少的 这个恐怕是有 疫情的原因的 但是2023年 北上广深 人口又增加了 所以说啊 叫人口重返 北上广 逃离北上广的人 又回来了 人口不停的在增加 那这些一线城市啊 它这个房价 就有稳住的 这种可能 如果人口不停的流出 那它的房价 恐怕就危险啊 今天啊 这个杭州头条啊 刊登了一条消息 当然也是传言啊 这个过气网红城市 杭州 未来客气城 南湖边的 阿里达摩院 造好的办公大楼 打出零租金 招租的广告 这个非常有意思啊 这是阿里的达摩院呢 盖的大楼 楼盖好了之后 发现 没人来办公 据说那个达摩院呢 它不是将那个什么 量子实验室 以及设备 仪器 都捐赠给了浙江大学吗 达摩院估计是 裁员很严重 本来给他们造的楼 现在恐怕用不了了 只能用一小部分 办公楼造的太大了 只好对外出租 但是出租啊 又租不出去 只好是打出零租金 招租 全程免费服务 不收取任何费用 专业团队 科技型企业福音 零租金入住 杭州市 阿里巴巴达摩院 震撼登场 这个消息就说明啊 这个过气网红城市 杭州啊 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首先说这个阿里 这个零租金出租自己的办公室 这已经说明这个阿里啊 也不行了 只有出的气啊 也是没有进的气了 阿里过去那是扩张速度特别快啊 就是坐不下呀 到处租办公室啊 实在不行 盖楼啊 到处盖 全国各地都在盖阿里的办公楼 现在居然盖过了 办公室太大 需要租出去 阿里混到这个地步 第二个呢 也说明杭州这个电商啊 或者科技型企业也是够呛啊 因为写字楼都租不出去嘛 就没有创业企业 只好零租金啊 招这个租户 从这个也可以看出这个杭州啊 现在面临着什么样一个经济形势 实际上不光是网红城市 杭州的写字楼租不掉 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都一样 昨天啊 咱们介绍了啊 这个深圳的写字楼啊 创控制率啊 创有史以来新高 在今天这个房地产咨询公司 士邦威里士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上海甲级鞋子楼控制率 达到了21% 较上一季度 上升1.1个百分点 较上年同期 上升2.8个百分点 创近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连大上海啊 这个鞋子楼控制率 都已经创了新高了 商业地产服务公司戴德良行 数据也显示 今年一季度 上海甲级鞋子楼 近吸纳量为8.58万平方米 环比去年四季度下滑 9.86% 同比下滑37.5% 供过于求的现状 导致租金下降 士邦威里士的数据显示 第一季度上海鞋子楼 月租金环比下降0.7% 每月每平米少266元 鞋子楼控制率啊 下降比较早的 就是北京 广州深圳 鞋子楼控制率啊 都是创新高啊 为什么北京特殊呢 其实很简单 就因为北京的国企太多 央企太多 相对稳定 民营企业也有 大的民营企业比较多 小民营企业少 而现在经济形势不好 这中小民营企业 倒闭 换地方 以前是豪华鞋子楼 现在换到那些 普通的鞋子楼 要么就换郊区版 降低成本呢 北京是因为央企国企多 所以它相对稳定 它这个控制率也在上升 但是它还没有创新高 深圳创新高 为什么 这个道理大家都懂 最后啊 我们看一篇文章 这个是经济观察报刊登的 耗时五年 降价十八次 他终于三折 卖掉燕郊的房子 咱们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叫王静 说王静卖房的过程 一波三折 耗时五年之久 期间 十八次下调挂牌价 最终成交价不足 高二零二四年四月 王静终于卖掉河北燕郊的房子 九十四平方米的两居室 卖单价九千八百元每平米 这个价格不仅创下该小区 二零一五年以来最低记录 也让该小区房价 时隔十年 重回万元以下 王静卖房的过程一波三折 前后耗时五年之久 期间十八次下调挂牌价格 最终成交价不足高峰期的三分之一 他说卖燕郊的房子 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中间也觉得价格低了 可我不想耗下去了 从2015年到2024年十年间 燕郊的房价 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动荡 前三年快速上涨三倍以上 随后进入长达七年的下行通道 放松限购 地铁22号线 动工等一系列利好因素 依然没有扭转楼市的颓市 叶斌是燕郊一家 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负责人 房地产高峰期 他的业务普遍遍及经济区域 他告诉经济观察报 虽然燕郊楼市主流成交价 保持在万元以上 但从三月和四月开始 单价低于万元的成交大量出现 不关燕郊 过去七年 黄金其他地区的房价也大幅下跌 也比如说 目前大厂的主流成交价 保持在七千元每平米 廊房市区 湘河固安 保持在五千元每平米 其他区域低于五千元每平米 黄金楼市十年跌宕 成功逃顶的只是少数 多数购房者像王靖一样 经历了房价冰于火的煎熬 王靖说 他的房子本来有机会卖出更高的价格 但因为不甘心错过 人要勇于面对现实 否则只会输得更惨 王靖的房子购买于2012年3月 总价80多万元 2015年结婚后 他搬到了燕郊居住 王靖搬到燕郊不久 黄金楼市迎来了一大波行情 房价持续善行带来的喜悦 抵消了这对新婚夫妇 跨越通勤的烦恼 当时房价上涨一个月带来的增值 抵得上王靖一年的收入 2017年3月17日 北京出台史上最严的限购政策 黄金地区房地产从业者和业主 普遍认为 北京限购后 大量需求将外溢到黄金地区 其中燕郊楼市 将成为北京限购的最大受益者 北京限购政策出台后 黄金地区的房价达到历史最高点 燕郊房价接近4万元每平方米 大产房价突破3万元每平米 廊房市区 雇安 湘河等区县的房价 普遍突破2万元每平米 王靖所在的小区房价 涨至3.5万元每平方米 当时王靖和丈夫 已经筹划在北京买房 按照市场价 他在燕郊的房子 能卖330万元左右 当时是入手价的四倍 把燕郊的房子卖了 加上手底的积蓄 可以在北京全款买房 但王靖的计划没有赶上变化 2017年3月25日 蓝房出台 针对黄金区县的房地产限购政策 黄金地区房价开始转向 2017年五一假期 就是7年前的今天 他付出北京房子的定金时 燕郊房子的单价 已经跌破3万元每平方米 所以两个人决定 不卖燕郊的房子了 认为这个燕郊房子便宜了 3万5跌到3万 这个是不合理的 没有钱买北京的房子 可以贷款了 所以他就没打算卖燕郊的房子 2019年下半年 北京的房子专修好后 王靖一家三口搬回北京 彼时王靖已经不上班了 专职带孩子 打算卖掉燕郊的房子 提前把房贷还清 减轻家庭的压力 当时小区同户型的挂牌价 在250万左右 我们直接挂了220万 房子挂出去不久 中介联系王靖 有买家看上房子了 让他去面谈 王靖到燕郊 与买家见面 王靖低于200万不卖 买家告如180万不买 中介劝王靖让步 但双方最后还是谈崩了 中介经过好几次的看房 不让博弈 这个王靖他都慢人一步 2020年一整年 王靖遵循跟不上市场节奏的状态 每次他好不容易接受市场价了 市场价又到了一个新的地点 经过多次调价 房子已经降到了 155万元 但依然没有卖出 到了2021年 王靖彻底躺平了 能卖就卖 卖不掉就挂着 王靖对卖房的躺平态度 持续了两年 期间他不再关心房地产市场 犹如疫情原因 出入燕郊不变 他也很少去看燕郊的房子 王靖的女儿 在2023年秋季上小学 春节假期后 王靖计划到天津买一套学区房 北京的房子还在越贡 想要在天津买房 就需要卖掉燕郊的房子 这个主人公王靖 恐怕就是一个北漂 在北京没有户口 所以他先在燕郊买房 后来有点钱了 跑到北京市买房 但是孩子要上学 他得提前准备 所以他要到天津买房 准备弄天津的户口 为孩子上学使用 这个他就不得不把燕郊的房子 得加速卖掉 重启卖房模式后 王靖再次陷入 跟不上市场节奏的状态 心理价位从150万降至145万 再降到140万130万元 2023年底 王靖专程回到燕郊找中介 两个人吃了午饭 期间中介为王靖 逆了房子一直卖不出去的原因 当时在市场形势下 一个成交价出来 就已经过时了 下一套同样的房子想要成交 就需要再次降价 不同的是降多少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小区 只要有人出价卖掉一套 那你再出价的时候 必须比这卖掉一套还便宜 这个价格就是往下跌啊 没有办法 对吧 你要照着人家卖掉那个价去卖 你就卖不掉了 王靖认同中介的分析 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 所有卖家面对着同样的市场 为什么有人能够接受 第一家卖掉的房子 自己却被市场拖着走 2024年春节后 王靖开始沾楼着在天津买房 卖掉燕胶的房子变得急迫起来 中介建议他将价格一次性降到位 直接降到100万 4月初 房子终于93万元的价格成交 买家4月底前付清全款 也就是说人家付全款 他93万卖 这个价格估计要被邻居骂死了 王靖说 从2019年挂牌开始 王靖的房子历经5年18次下调价格 终于卖出 虽然卖出价格与心理价位相差甚远 但和买入价相比也没有赔钱 经过这一次漫长的卖房经历 王靖学到一个词 及时止损 后面还有咱就不说了 主要说王靖这个人 他非常有特色 就是他是一个代表性非常强的 在北京打拼 没有买房资格 之后跑到燕郊去买房 后来在北京有了买房资格 他在燕郊2012年买房 正好赶上房价飙涨 2012年80多万买的房子 房价经过飙涨 涨到300多万 这一下近赚三倍以上 最终经历过山车 12年以后 他以93万的价格卖掉 可以说是不赚不赔 因为你要算上银行利息 某种程度上 这一轮房价泡沫 在他身上是已经击破了 他经历过大涨 2017年的时候 最高涨到3万5 等他出手的时候 实际上书相当于宝本 也没赔钱 卖掉了 这一轮房价牛市 实际上他就是过眼烟云 如梦幻泡影 你要这么说的话 2012年买房的人 燕郊 实际上他已经泡沫的挤掉了 除非他2000几年买的 更早 更便宜 2012年 在燕郊买房的 现在不赚钱 就不要说那些2017年 高点买的 那是赔的裤子都没着穿 跳楼的心都有 总体来说 王静还算幸运 因为他买得早 他后来是因为孩子的原因 要在天津买房 需要钱 否则他也可以像那个 胡锡进一样 我不卖 你这么搁 已经跌成这样了 他完全可以不理了 你爱怎么跌怎么跌吧 当然了 随着北京 这个楼市限购放松 北京的楼市松绑 燕郊的房价还要下跌 对千千万万个 像王静这样的人来说 就像做了一场梦 现在是梦醒时分 就不要说燕郊了 最近媒体都在报道 北京房价回到2016年 我也看了一下这些文章 就是北京很多地方的房子 房价实际上跟2016年 价格差不多了 恐怕这也是 为什么北京啊 无疑之前 突然出台救世措施 挤牙膏 又挤了一劫 效果怎么样 这个两个星期以后 再管不管用 好 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